晚上九点 无论你身在哪里 来场与文学的空中邂逅 杨兆谈书 姚宁一同遨游文学世界 认识古今中外的经典之作 各位听众们大家好 非常欢迎收听杨兆谈书 本节目于台北港部电台FM93.1 每个星期二到星期五晚上九点 为大家播出 我是杨兆 今天要为大家介绍的这本书 书名叫做无界之江 是从英文翻译过来的中文翻译本 刚刚由力序出版公司出版 这本书英文的原名叫做 Lands of Lost Borders 所以把它翻译叫做无界之江 它有一个副标题 比较清楚知道它在写什么 A Journey on the Silk Road 就是思路 所以这是一位作者 同时是一个喜欢冒险的人 他骑着脚踏车踏上了思路之旅 尤其是一开头的时候 是这个旅程当中最艰难的一段 那就是骑着脚踏车 在西藏的旅程 这个作者叫做Kate Harris 她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 为什么她会有这样一趟旅程 写了这样一本书呢 我们用她自己 在书里面讲到的一些经验 来了解她 来感受她 会更加的鲜活 会更加的明确 书里面她告诉我们 在八年级的时候 查上科学课 她知道的一件事 对她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那就是1977年 也就是她出生的时候 那一年 美国NASA太空总署 发射了Voyager 就是叫做旅行家号 旅行家号要干嘛呢 要去研究太阳系 最遥远的几颗行星 包括了海王星 冥王星 然后呢 接着Voyager 当然她不可能回来 回到地球 她在探索完了 太阳系的最遥远几颗星星之后 她就会离开太阳系 永远航入星际的太空 不再回头 就变成了人类 到目前为止 最深入宇宙的人造物体 想到这样的机器信使 它是一个Messenger 快速地通过太阳风顶层 也就是太阳系最外围的一层 进入一个可能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故事 让八年级的时候 十几岁的Kate Harris 感觉到非常的兴奋 还一直不断地在想 在离开了太阳系之后 Voyager会看到什么 会遇到谁 远至银河星外 传来的讯息得来不易 我们能够就此 做事 然后不管它吗 而且它产生了一个非常大的冲动 它恨不得自己有机会 就搭上Voyager 尽管它明明知道 太空船上不可能有人去 因为没有尾声的系统 但是它还是难免一直想象 它自己就跟着Voyager航向远方 那是一条没有回头的路 当然会想念家人跟朋友 会怀念叔弟弟 甚至于家里面所住的地方 但是千真万确 它就产生了这样的一个愿望 它要追寻最深远的漫游 别无所求 接着呢 它就告诉我们 愿望 在英文里面 Desire Desire 在他的自根 他的来历 其实最早指的就是属于星星的 他到了高中的时候 看起来再清楚不过 研究过所有能够找到的地图之后 带着一种恐慌的心情 他得到了一个结论 不管怎么说 这个世界对他来说 不适合 或者是说 对他来说 太拘束了 他知道 他理解到自己住在一个 什么样的地球呢 那就是整个地球都已经被探索光了 到处都有四通八达的公路网络 还有呢 到处都有建筑群 不止如此 整个地球 大部分的地方 同样都陷入了这样的一种 人为开发的困扰当中 他的家庭 没有办法攻击他去海外旅行 所以这个时候 他有另外一个奇怪的担忧 他担忧 等到他存够了钱 能够去西藏的时候 西藏已经变成一个文明开化的地方 在这里就稍稍必须要再往前推一点 那就是他什么时候开始迷上西藏 比知道了Voyager的事情更早 那是他十岁 十一岁的时候 当时读到一本 读什么书呢 读的是马可波罗斯路游记的一个简约的绘本 他在书里面会另外告诉我们 后来他真正读到马可波罗游记的时候 他的那种失望的感觉 这个时候因为是一个简单的绘本 所以在这个绘本里面 就刻画了思路 这是一条古代伤侣的道路 几千年来 带着人们 货物 贪婪跟理想 来往于欧洲跟亚洲之间 这本书很古老了 是他妈妈小时候就有一本书 然后那个匪业上呢 还有妈妈的签名 笔法优雅 仿佛在肯定书中的冒险 所以十岁十一岁的时候 Kia Harris找到的这本书很喜欢 书里面讲什么呢 讲十七岁的马可波罗 随着骆驼车队远走异域 凝望着地平线融入奇幻的海市城楼 那里有绿松石瓦的原顶 那里有漂移的沙漠 那里有迷宫一般的市场 还有被冰雪覆盖的山巒 马可波罗 他是一个理想的冒险者 勇敢 浑身散放着冒险家的胆识 所以呢 这个时候 他就下了一个决心 长大之后呢 他要学马可波罗 所以他就在一本地理车上 寻着思路 画出了马可波罗旅行的足迹 事实上 包挂了好多条路 穿插分歧 这中间要经过军事坦丁堡 要经过布哈拉 要经过撒勒马干 要经过巴达和尚 克什 鱼田 契丹 每一个名字 都让他感觉到非常的向往 当然让他更加向往的 是这些贸易枢纽当中的腹地 意味着是 你必须通过 但他不是可以做生意的地方 例如说什么地方呢 西藏高原 高种的岩石 冰雪和天空 还有帕米尔山脉 在山中逃避雪崩的这些羊 他们的羊角奇大无比 另外一种跑起来 跳起来 优雅像是在飞一般的雪霸 还有呢 那种飘忽不定 好像随时会搬家的沙漠 塔克拉玛干 它的面积仅次于戈壁跟撒哈拉 而它的名字的由来 根据传说 就是有去无回 意味着人遇到了这个沙漠 更不要讲说你去到这个沙漠 因为这个沙漠会移动的 你遇到了这个沙漠 你就回不来了 有去无回 所以叫做塔克拉玛干 任何地方 纵使不曾有人涉足 纵使死去 无有归程 Kat Harris就说 我都欣然前往 只要能够在一瞥之间 洞悉存在的根本疑惑 我来自何处 我是否独存于这个宇宙 以及所有这一切的终极意义 又是什么 事实上 类似西藏高原 与塔克拉玛干沙漠这样的地方 未必能给我答案 冲击量就是改变了 给我另外一种不同的生活方式 它们是荒凉的 荒凉到好像是存在的本身 比偏远的山域跟沙漠 更让人身亡 当然就是高高在上 渺不可及的星辰 遥远的恒星 照亮无人知晓的其他世界 所以他在十几岁的时候 他用这种方式向往西藏 但是他开始担心 西藏也在变化 西藏会不会像全世界 其他所有的地方一样 等到他长大了 他有钱去的时候 已经不值得去了 所以这个时候 他不得不产生了 另外一个向往 一个愿望 一个design 属于星星的 他知道了 他唯一的机会 那就是不是去西藏 因为西藏也有可能被改变 他希望可以离开地球 所以这个时候 才十几岁 他就做了一件事 他写了一封信 寄给22位 当时的世界的领袖 这封信要干嘛呢 希望他们支持 推动人类火星任务 这封信 当然其中寄给了 当时的美国总统 Bill Clinton 信里面写的是 我是一个17岁的女孩 我有一个梦想 梦想人类到火星去 这封信 还寄给了Tony Blair 当时的英国首相 还寄给了 他自己所在的国家 也就是加拿大 加拿大的总理 Jan Châtryon 还包括了 寄给了法国的总统 那就是Seahawk 虽然可攻选择的地方很多 那他为什么 特别跳中了 红色行星火星呢 这不是没有道理的哦 他已经有对于火星 非常充分的认识跟理解 大部分的行星 不是太热 太冷 要不然就是太大 要不然就是太过气化 所以呢 不适合居住 至于火星 虽然它的大气层很薄 不利于生存 也不能说是完全适合 站在其他的方面 十分相近 无论是它的大小 或者是它的成分 大致都跟地球相近 只因为它自转比较慢 所以在火星上 一天会比地球长29分钟 然后因为火星的密度比较低 所以地心引力也比较小 这样的话真是有好处 因为到了火星上 我们每天会多出29分钟来 而且在火星上 你的脚步会比较轻盈 另外在火星上 有深度到达五倍于 大峡谷的这种深谷 你如果觉得大峡谷 已经非常壮观的话 那你应该去火星上 看那个比大峡族 深了五倍的深谷 另外也有比塔克拉玛干 沙漠更干燥好几倍的沙漠 有三倍高于圣母峰的山岳 地质上 火星是一个一等一的世界 就只是等在探险家去开发 去了解 或许在火星这样的一个 红色的星球上面 不会有小绿人 但它应该有绿色的微生物 因为地球上同样干燥寒冷的环境 都已经发现了单细胞生物 火星地表满部的坑洞 罢痕 表达过去曾经温暖潮湿 比较有利于生命存活 总而言之 对于我们在地球 我们作为地球人 我们在星际之间是孤单的吗 这样的一个古老的问题 火星最有可能提供我们答案 这是一个十几岁的时候 梦想自己要去火星的一个女孩 她长大了之后 记录她思路冒险的一本书 我们休息会儿 后来继续聊 大家好 我是刘克香 亲近自己的城市 找回城市的温暖 听见台北的声音 就在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134 听见台北的声音 拥有颗热情的心 有暗于梦想的电台 台北广播 FM93.1 感谢你继续收听杨造坦书 本节目于台北广播电台 iPhone93.1每个星期二到星期五晚上九点 回答播出到九点半 今天为大家介绍的书是 Kat Harris 她的无界之将 Kat Harris 她在十几岁的时候 她曾经梦想自己可以到火星上 而且写了一封信 寄给当时22位国际间的领袖 希望他们能够愿意支持 开发到火星之旅 当然到目前为止 她没有机会去火星 可是她的那样一种冒险家的精神 就带领她去到了不同的地方 她去到了思路 而且走了这样的一条漫长的思路 靠的是她的脚踏车 这本书就是写 她如何骑着脚踏车 经过了西藏 然后在思路的一些重要的旅程 Kat Harris 除了是一位充满好奇心 勇敢的冒险家之外 她另外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文字的魔法师 重点不止在于她的冒险的旅程 还在于她如何书写 她的文字非常的好 她书写的方式引人入胜 想她在写她的思路之旅 尤其是西藏的这一段 是这样开头的 路的尽头永远都在视线之外 头灯指的就是她的脚踏车 前面的前灯 照不到的地方 碎裂的薄油路面 引入黑夜 不论我们骑得多快 总追不上前方倒退着吞噬单薄光束的黑暗 这是在夜里面 骑着车在路上走 光投射在轮子前面的路上 路无尽的延伸 我记得当时心里想着 一旦抵达终点 我将飞出世界的边缘 脚下便踩她的更加卖力 然后她让她同行的朋友上场 她说前一晚Melissa和我仔细在轮子上贴上 橘色反光胶带 午夜刚过 这不只是夜里 而且这是半夜 爬出睡袋 穿上保暖长大衣 打爆营帐 登上自行车 往中国西部小小的边上 库地进发 只有头灯相伴 两朵苍白的围光 趁着点点星光 接近小镇 洗掉头灯 为什么要接近小镇 为什么要半夜接近小镇 而且这个时候 还要洗掉头灯呢 让我们继续看下去 凌晨三点 没有月光 虽然在七月 但夜晚空气寒凉 河边有白杨和柳树 滋干细手 散发清甜的气息 天与地 明与暗 没有风气 只有漆黑浑然一片 山峰看不到 但你可以感觉得到 周围环翅聪 禅言生生 一个线条灵循的国度 有的时候 Mel 也就是Melissa 和我摸黑前行 互有超前 车后篮筐超大 因为要放很多很多 他们路途上要用的东西 这个作用呢 有如保险感 我们听 轮下的声音行径 低沉平滑 表示是在路上 若是粗糙刺耳的硕食声 表示骑到路间 我们就修正方向 说到骑自行车旅行 不过就是一些需要严肃面对的生活小事 饥饿 口渴 友谊 天气 车下面世界的动静 就是因为太过专注倾听路面 我没有注意到金属散光 但Melissa 发现了 他们在干嘛 摸黑走 摸黑到什么样的程度 摸黑到他们经常看不到路 他们只能够靠着轮子摩擦的声音 确定自己还在路上 没有骗到路间 那现在发现了什么呢 Melissa笑声的说 出现了检查哨 出现了一条护栏 切断了去路 再往前走 就是神秘的境地 西藏高原 他们为什么要这样 因为他们要偷偷的从窟底 要进到西藏高原去 严格来说 库底并不在中国占领西藏之后 所成立的自治区境内 但要进入西藏的西部 这是唯一的一条路 库底是路上的第一个 也是戒备最深沿的军事检查校 外国人要通过 必须获得准许 并有导游陪同 但Melissa和我 既没有准许 既没有permit 也没有导游 一来我们不愿意花钱申请 以免资助了中国对于西藏的占领 二来我们也没有多余的钱去办 另外刚刚从大学毕业 总觉得自己年轻 自由 不免狂妄 以为天下无难事 事实上到目前为止 也还真没有碰过 什么事情是无法克服的 大学毕业 就两个人骑着脚踏车 然后明明知道 在中国也已经了解了 中国跟西藏之间的关系 中国如何管理 统治西藏 但是他们愿意这样去冒险 深吸一口气 互看了一眼 直接就从没有放下的护栏 骑了过去 没事 左手边 隐然有一个河流 其身如风 眼睛经过的湿影 稍微看得清楚了 但见群衫有如暗沉的金属 群星当空 像是刚看上去一样 左手边 Melissa 一抹飞驰的影子 我觉得它飘飘然 或许我自己也是这样 心情随之开朗起来 天地似乎经过全新的打造 视觉和听觉都变得敏锐了 我看到一颗星星 射向地平线 其后有蚕雁拖曳 我小声的跟Melissa说 看到了吗 接着 同样的另外一颗星 再度升起 我们就把车子 往三沟里推 拔腿就跑 因为那是信号弹 应该是有人发现了他们 所以后面这一段 非常的紧张 她说手电筒的光 扫着露面 那显然不是 他们发出来的光 明晃晃的逐渐接近 Melissa 往三沟里钻 距离自行车 几公尺远 我则没头没脑 朝最近的建筑物跑 整个人直挺挺 贴着墙壁 听着脚步声 渐行 渐进 鞋跟敲击着水泥地 我后悔得要命 这一来 我永远无法成为 火星探险家了 只能在中国的牢狱当中 度过余生 巴望着 最好我还可以 有一些东西 可以读 脸颊紧贴着水泥墙壁 望向天际 老天如果有眼 我在心里喊着 只要有一个星座 任何一个星座 大雄座 仙女座 这个时候 让我看到 我就相信 我们会得救 目光少过的夜空 寻找任何 令我安心的征兆 任何可以指引我 熟悉的图像 心里想 还真够讽刺的 眼看自己一生 伟大的目标 就要毁于一旦 但群星 物质运转 拒绝摆出 他们惯有的形象 到现在还认不出 任何一个星座 脚步声 越来越近 然后停了下来 就在这个时候 我看到了 大雄星座 一涌而出 现身天际 脚步声又响起 靠得更近了 然后逐渐远去 我不敢动 不敢喘一口大气 不敢瞄一眼 同伴 Melissa Melissa还在 山沟里的某个地方 装死 几分钟过去 但仿佛 永无止境 一辆卡车 瀑布发动 往我们来的路上 开走 夜晚 重会寂静 抓起了自行车 我们迅速穿过 裤顶 脚下 丝毫不停 唯恐 机会不在 恐惧消退 取而代之的是 欣喜 带着一丝 一厢情愿的 侥幸 相信 那个拿手电筒的人 其实看到我们 看到我们 一个人 可怜细细的 趴在沟里面 一个呢 可怜细细的 贴在墙上 在那里 求告上天 像两条狗一样 头塞在沙发底下 就以为 整个身子 也藏好了 再怎么说 他们至少 一定看到了 翻倒在沟里面的 自行车 轮子都还在转 但是这个人 他决定 一走了之 真是个天大的谜 为什么呢 我们没有问 事实上 连气都传不过来 也没有办法问 尽管就是朝着 西藏高原前进 别无恶心 但是慢慢的 我还是注意到了 有如炸弹 计时器的 滴答声 多出来的 反光胶部 和车轮前叉 摩擦 滴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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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响个不停 所以 一波未平 一波又起 又有另外一个 紧张的局势 产生了 那他有不祥之感 这个时候呢 第二个前叉哨 如假包换 噩梦一般 从黑暗当中 浮现出来 而且这一次呢 忽然是放下来的 有铁链固定 检查哨的两边 水泥建筑呢 亮着灯 但是看不到有人 他停下了脚踏车 停下来没有踩 让车子滑行 放慢 Melissa表示知道 声音来自于前方 Melissa的声音 来自于前方的 某一个地方 迟疑了一下 他又开始踩踏 既然Melissa 不打算收腿 我当然也不 这个时候 要检验一道边界 唯一的方法 就是冲向他 然后一跃而过 要不 如果情况需要 就用爬的 这就呼应回到了 这个书的标题 书的名字 书名叫做 Lands of Lost Borders 无界之江 因为他们在挑战疆界 他们要挑战 中国对于西藏 这个所设定的人共的疆界 当然他故意在 文学的表现上面说 当你遇到了疆界 你就一跃而过 你就飞过去吧 当然这个时候 他们没有办法飞过去 他们是用爬的 Melissa跟他 两个人互相看了一眼 然后携手并用 拖着满载的自行车 迅速从护栏底下钻过 使尽全力 希望能够进入境地 这个书 用这种方式开头 这是他们进入到 西藏的方法 但是在这里 就有了一个suspense 我们不知道 他们在这个边境的护栏上 会不会被抓 被抓了之后 又会发生什么样的事 书接下来 回头告诉我们 为什么会有这趟旅程 这趟旅程 跟他自己 从小长大的 那样一种冒险的梦境 发生了什么样的关系 然后 再回到 这个 让我们等了很久 到底在 边境湖南上 要发生什么事 这是他写书的方法 所以这本书 不只是冒险的故事 这本书是 非常精彩杰出的 文学散文作品 值得大家好好的来读 好好来享受 这本书叫做 《无界之江》 这是力气出版公司 出版的新书 介绍给大家 推荐给大家 感谢你的收听 明天同一时间 我们再会 大家好 我们是 灭火劲 你现在收听的是 最有活力的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134 这本书是 TIM APP